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荒岛第52集,张宗涛站在那里,看着我为难地说道, 师叔,你就别担心我了,我自己会搞定的,有些事,我不能和您说。 我听了张宗涛的话,马上就明白了,张宗涛遇到的麻烦肯定是部队上的麻烦,我心中暗道。 张宗涛现在是刚进中级,按照他的级别来说,应该很少遇到对手,看着小子皱眉的样子,就知道他遇到的麻烦很不简单。 如果是部队上的事,我确实不方便知道和参与,我看着张宗涛说道, 宗涛,师叔今天把话给你撂着,不管你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来找我,师叔虽然是个厨子, 但是师叔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掉那个麻烦的,你要对师叔有信心。 张宗涛听了我的话,他脸上的颜色好看了很多,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师叔,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回头搞不定的时候,一定会去找你的。 我拍了拍张宗涛的肩膀,那行,你去帮李秀妹他们打捞尸体吧。 张宗涛应了一声,他转身就朝李秀妹那边走去,我也没再跟过去。 我站在那里,朝李秀妹挥了挥手,然后跟一个警察说了一声,那个警察给李秀妹打了个电话, 接着,那个警察开着警车把我送回了灵湖雅院。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下雪他们三个女生正在院子里搭被单, 他们三个看我从警车上走了下来,都急忙朝我跑了过来, 他们三人跟三只鸡鸡喳喳的小鸟一样,围着我不停地问话。 土包子,你这大半夜的去哪了,你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你怎么坐着警车回来了? 包子哥,你好歹也给我们打个电话啊,你这一出去就是一夜,我们三个都快担心死了。 土包子,你这家伙是不是又去干坏事了? 你都不知道,下雪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他半夜起来好几次,他都快担心死了。 下雪他们三个人虽然站在那里叽叽喳喳的,但是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心里却很是舒服。 他妈的,这就是家的感觉啊。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笑道,你们别急,一个一个地来,我现在慢慢给你们说。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半城山庄的水库边,前段时间,江海这里出了很多事情。 那些事情都是江半城搞出来的,我跟李秀妹他们配合。 在半城山庄后面的水库里发现了很多尸体,这下江半城估计要在牢里待一辈子了。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他站在那里开心地说道,我早就听说江半城是这里的大哥。 他在江海这里做了很多坏事,真是老天有眼,这下江海这里终于可以太平了。 叶子齐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包子哥,你每次总是带回来这么爆炸的消息。 其实我不要求别的,只要你人没事就好,平安才是福。 下雪站在那里轻叹了一口气,江半城这人作恶多端,以前我在魔都也听过他的名字。 他现在进了监狱,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我站在那里伸了个懒腰,好了,我在外面忙了一夜,好困,现在我去睡觉了,你们该干嘛干嘛,谁也别去喊我。 下雪他们三个人应了一声,我也没跟他们废话,直接就朝四合院走去,我确实有点困了。 我进屋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就睡了起来,没意会,我就打起了呼噜。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反正迷迷糊糊的,就听到有人在那里拍我的屋门。 拍我屋门那人用的力气还挺大,我躺在那里很是生气。 他妈的,老子才刚睡着。 是谁这么没眼色,在那里拍我的屋门。 我当时很是生气,直接就从床上蹦了起来,我踢拉着拖鞋,直接就朝屋门口走去。 我拉开屋门就大吼道,谁呀,我不是给你们说了,没事不要来喊我。 肉丸子站在我的屋门外面,他被我的声音给吓到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急忙解释道,土包子,这是你可别怨我,是下雪让我来喊你的。 李秀妹来了,他在食堂那里等你,他说找你有急事,所以下雪才让我来喊你的。 我听肉丸子这样说,心里暗道,肯定是江海这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所以李秀妹才急急慌慌地过来找我。 我看着肉丸子说道,肉丸子,对不起,我刚才的态度太凶了,你现在就去食堂给李秀妹说。 我马上过去。 我转身回到屋里穿上了衣服,接着我洗漱了一下就朝食堂那里走去,我边走边琢磨。 我走了之后,张宗涛他们肯定已经把那些铁笼子给捞了出来,现在李秀妹他突然来找我,会是什么事呢? 我心中突然一动,他马的,该不会是江半城那老家伙出了什么事吧? 我快步走进了食堂,只见李秀妹正坐在那里。 下雪和叶子齐他们三个人正在陪李秀妹聊天。 我看着李秀妹问道,秀妹,你找我这么急,到底有什么事? 李秀妹站起身看着我,她轻叹了一口气说道,雷,江半城死了。 李秀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看着李秀妹问道,李秀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半城走的时候,不是人还好好的吗? 她不是一直在那里叫逍遥搞我的,怎么这么快就挂了? 李秀妹看着我说道,江半城在看守所里上吊自杀了,她是用自己的裤腰带上的吊。 但是,我看过现场,觉得现场有点蹊跷。 李秀妹这话一说,我马上看着李秀妹问道,难道是她杀? 江半城是被其他人给干掉的。 这事情应该简单啊,你把看守所的监控录像调一下不就清楚了。 李秀妹看着我说道,最可疑的地方就在这里,江半城临死前和她死后的十五分钟里,都没有监控。 那个时间段的监控录像全都不见了。 我听了李秀妹的话,心中一惊,她马的,要是那些监控录像都能平白无故消失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干掉江半城的那个组织在江海这里非常牛叉。 他们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看守所里,他们在看守所里绝对不止一个人。 我站在那里暗自琢磨,江半城走的时候,她一直叫嚣着江海这里的水很深,会有人来对付我的。 当时她一副嚣张的表情,她一直认为会有人把她捞出去的。 会不会是那个组织知道没办法把江半城给弄出去,但是又不想让她泄露什么秘密,所以才悄悄地动用关系,把江半城杀了灭口。 我在那里越想越惊,他马的,老子一直以为江半城是江海这里的天。 可是李逍遥和刘军都说过,江海这里的水很深,现在江半城竟然在看守所里被人给弄死了,看来江海县这里一定有个可怕的组织。 老子要是不把那个组织给挖出来的话,那可就太可怕了,也许哪天我就被那个组织给干掉了。 我看着李秀妹问道,江半城死在了看守所,你们警方怎么处理这事? 李秀妹坐在那里看着我,轻叹了一口气,我认为这是很蹊跷,可是上面说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我们不要对外声张,过几天把案子给结了就行了,反正江半城是自杀。 我听了李秀妹的话,觉得这些警局的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坐在那里看着李秀妹问道,秀妹,你这么急急慌慌地来找我,除了江半城的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事? 李秀妹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雷,江半城死这事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他死的时候,手里捏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上画了两个图案,上面还写了一行字,专门说要交给你。 我听了李秀妹的话,心中一动,江半城给我写的纸条,也许是江半城那老东西知道自己要被人给干掉了,所以他故意给我留下了一些线索。 我看着李秀妹急道,那张纸条在哪,快让我看看。 李秀妹从身上掏出了电话,她看着我说道,黄磊,那张纸条是物证,所以我不能把纸条拿来给你。 我把那张纸条拍了照片,你自己看看吧。 我从李秀妹的手里把手机接了过来,那张照片拍得看起来很清晰,那张白纸的最上面写了三个字,给黄磊。 那行字的下面有两个图案,最上面的图案是个十,下面的图案则是一个骷髅头,你还别说,江城画画的本事很是了得,那个骷髅头看起来栩栩如,就跟真的一样。 我仔细地看了看那两个图案,那两个图案我根本就没有见过。 他妈的,江城画这两个图案到底是要告诉我什么。 我看了一会手机上的图案,然后看着李秀妹问道,李秀妹,你以前有没有见过这两个图案? 李秀妹坐在那里想了一下,她看着我摇了摇头,没有。 我从井以来,从没有见过这两个图案。 夏雪和叶子奇他们三个人把手机拿了过去,他们三个也坐在那里看了看,不过他们三个人明显也没有见过这些图案,他们看了看都没有吭声。 我想了一下,看着李秀妹问道,秀妹,既然有人杀死了江城,那他们怎么会没有把这张纸条拿走? 李秀妹看着我解释道,黄磊,事情是这样的,江城死的时候,他的右手一直紧紧地攥着。 当时我们好几个警察都在现场,我们觉得有些奇怪,就把他的拳头给弄开了,然后就献了这张纸条。 我听了李秀妹的话,坐在那里琢磨了一下,肯定是江城预感到了什么,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想找人替他报仇,所以急忙画了这张纸条。 可是,他马的江城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坐在那里点燃了一根香烟,心里暗道,老子最讨厌猜谜谜谜语了,江城给我的这个谜语可是太难猜了。 李秀妹把手机从下雪的手里拿了过来,她把手机装到了身上,她站起身看着我说道,黄磊,我本来以为你会知道这两个图案是怎么回事,既然你也不知道,那我现在就回警局了。 江城死了,还有一大堆的事等着我处理。 我看着李秀妹说道,秀妹,谢谢你过来给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我送送你。 李秀妹直接就朝食堂外面走去,我紧紧跟在李秀妹的身后,我离李秀妹的距离很近。 那一会,我闻到李秀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那股香味跟下雪身上的味道有点相似,却又不太相同。 我闻着李秀妹身上的香味,心中一荡,不禁又想到了昨天船上那一幕。 当时我没有注意,现在想想,当时真应该用力多抓两下。 李秀妹的摩托停在院子里,她很快就走到了摩托旁边,她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 黄磊,虽然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你最近一定要小心点,江海这里的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李秀妹淡淡地说道,秀妹,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李秀妹戴上摩托头盔,她看着我点了点头,接着,她轰了一下油门,摩托快地冲出了灵湖雅院。 我站在那里点上一根白纱,她码的,老子才不管江海这里的水深水浅,老子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谁敢来搞我,老子就弄它,老子一定会把它弄得服服帖帖的。 我叼着烟,哼着小调走进了食堂,夏雪和肉丸子,他们三个女,正坐在那里聊天。 肉丸子,见我走进食堂,她马上站起来看着我问道,土包子,那两个图案到底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那个骷髅头,看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叶子奇也在一旁看着我说道,包子哥,那两个图案会不会是江城想告诉你什么? 比如什么邪恶势力之类的。 夏雪听了叶子奇的话,她坐在那里一把搂住了叶子奇的肩膀。 子奇,你这话说得有点道理,那个骷髅头我刚才看了天,我觉得那个骷髅头应该是什么邪恶势力的标志。 我以前听说过,有些邪恶组织在杀人的时候,总是喜欢留下一些标志。 那个骷髅头看起来那么凶狠,可能就是什么组织的特有标志。 我看着夏雪笑了笑,夏雪,我还真佩服你的想象力。 其实那张白纸可能是江城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她随手画了一番,你看你们一个个还都当真了。 夏雪听了我的话,她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肉丸子和叶子奇见我不想多说,她俩也没有多问。 我看着夏雪他们伸了个懒腰,我看着他们说道,好了,这事就不说了,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睡觉了,好困。 我确实有点困了,想回屋再睡一会,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跟夏雪他们几个讨论图案的事情。 其实夏雪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那个骷髅头应该是什么邪恶组织的标志。 只不过,有些事,男人站出来扛就行了,没必要让女人知道,省得夏雪他们担心。 我站起身就朝食堂外面走去,我刚走出食堂,我身上的布画机就传来了一阵声音。 蕾哥,你在不在?我是黑熊,黑熊呼叫蕾哥。 我听了黑熊的呼叫,从身上摸出了布画机,黑熊,有事情说。 黑熊在布画机里对我说道,蕾哥,陈兔子来了,他刚才给我说他有事找您,他现在就在门口的越野车里。 我听了黑熊的话,心中暗道,陈兔子这家伙怎么也来找我了,难道是这家伙听说了江城的事情,他专门跑过来给我说这事的。 或者是,这家伙有江城被杀的线索。 那一会,我也不瞌睡了,我对着布画机说道,黑熊,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院门口。 黑熊明白。 黑熊在布画机里应了一声,他没有再说什么。 黑熊以前人挺憨厚老实的,他来到临湖雅院之后,也改变了很多,他现在比刚来的时候要机灵多了,有些事他也不多问。 黑熊这家伙有个好处,那就是,他对自己的工作很尽职,他每天都带那些退役拳手进行训练,所以我们临湖雅院这里的安保,还真不用什么心。 我快步走到了院子门口,黑熊正带着几个保安坐在门口的治安港那里。 黑熊看到我,他急忙快步跑了出来,他看着我,嘿嘿笑了笑。 雷哥,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听弟兄们说你很忙,都是很晚才回来,您可要注意身体啊。 我听了黑熊的话,心里有些感动,我用手拍了拍黑熊的肩膀。 黑熊,你安保工作干得不错,我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首夜的弟兄们精神头都很足,你辛苦了。 黑熊听了我的话,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雷哥,这是你给兄弟们机会,我们都要谢谢你,要不是您让我们来这里上班,那兄弟们早就变成坏人了。 我看着黑熊说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忙,我出去看看陈兔子有什么事。 陈兔子的越野车就停在院子对面的路口那里,我直接就朝那辆越野车走去,我拉开越野车的车门,就钻了进去。 螳螂坐在驾驶位上,他看着我急忙笑道,雷哥,早上好。 螳螂这话刚说完,他就觉得不对,他急忙看着坐在旁边的陈兔子笑了笑。 陈兔子已经一巴掌抽到了螳螂的脑门上,陈兔子看着螳螂骂道,你小子,几天不抽你,你就忘了,他码得又抢老子的台词。 我坐在越野车的后排看着陈兔子说道,行了,陈兔子,你这家伙现在都是江海的天了,还他妈没一点正经的样子,天天跟手下嘻嘻哈哈的。 陈兔子看着我急忙解释,雷哥,我也就是跟螳螂这样,我在其他人的面前那绝对是一副威严的模样。 我坐在车里看着陈兔子问道,陈兔子,你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 陈兔子看着我笑道,雷哥,您估计也知道江城的事了,江城死在了看守所里。 我看着陈兔子点了点头,知道,江城的死还有些蹊跷,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陈兔子看着我摇了摇头,没有,江城死这是很古怪,那些条子都禁止谈论这事。 雷哥,是这样的,江城以前虽然走了,可是他还有一些地盘在这里。 当时我们也没敢动那些地盘,现在江城死了,那些地盘就被我们全给吞了。 这是孝敬雷哥您的。 陈兔子说这话的时候,他摆一张,陈兔子看着我急忙说道, 雷哥,江城在江海县的资产大概还有一千多万,这张卡里是五百万,因为我还要跟疯狗他们。 我拍了拍陈兔子的肩膀,行,这钱不少了,不错,你干得很好。 我坐在那里暗自盘算,上次下雪给我说过,我们的账户上已经有了六七百万, 如果加上这次的五百万,那我们现在手里应该有一千两百多万。 他妈的,以前觉得一千万真的是个天文数字,没想到老子这么快就在江海这里赚到了一千万,老子真是个商业天才。 我坐在那里兴奋地想着,我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一千万,等会回去就可以让下雪给他老爸打电话了,我们几个人马上就可以回摩都了。 陈兔子坐在那里看了我一眼,他吞吞吐吐地说道, 磊哥,我,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 我听了陈兔子的话,心里就明白了,陈兔子这家伙能这么痛快地把五百万给我,他原来是有求于我。 我心中暗道,陈兔子这家伙真的是变了,他以前要是求我办事的话,从来不会这样。 我虽然心里有些不爽,但是我还是看着陈兔子问道,陈兔子,你快说,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陈兔子看着我小心翼翼地说道, 磊哥,那件事有点麻烦,很不好搞定。 我看着陈兔子的样子,心里暗自琢磨,难道是陈兔子跟疯狗他们了什么内讧? 他妈的,老子希望江海这里平平安安的,哥可是马上要离开江海的人了,哥可不希望再去烫什么浑水。 我揉了揉鼻子,看着陈兔子说道,陈兔子,你先说来听听,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陈兔子看着我说道,磊哥,泰拳那边的朋友传来消息,拖球出关了。 我听了陈兔子的话,看着陈兔子问道,陈兔子,这就是你说的,凡。 陈兔子看着我恭敬地说道,磊哥,拖球已经知道了他四个徒弟的事情,他肯定会来江海这边替他徒弟报仇的,到时候如果磊哥您不在江海这边,那我们几个的? 磊哥就大了。 我看着陈兔子冷冷地说道,陈兔子,你是我的兄弟,不要说是拖球来搞你,就算是你遇到了其他的,凡,哪怕我在国外,我也一定会赶回来的。 你这家伙有事就直说,不要跟我玩这些小套路,你这样会让我对你反感的,大家是兄弟。 有事就摆到桌面上明说,我不希望你当了江海的大哥之后,就变成了江半城。 我这话说的声音很是冰冷,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带一丝笑容,我的脸冷冰冰的,身上也散发出了一股淡淡的杀气,那股杀气若有若无,但是陈兔子和螳螂他俩都能感受到我的杀意。 陈兔子坐在那里,脸上当时就变了颜色,他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道,蕾哥,我没有,其实我是想,我主要担心。 我看着陈兔子说道,好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不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是兄弟,有话就明着说。 拖球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什么时候会来江海这里? 陈兔子见我没有追究刚才的事情,他急忙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他看着我低声说道,蕾哥,具体拖球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拖球从来不让别人给他照相,而且他对现代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不过传来消息的朋友说,拖球的功夫非常厉害,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拖球这次出关,似乎又有新的突破,他好像从佛经上得到了什么感悟,他似乎练成了小金刚不坏之身。 我坐在那里,听了陈兔子的话,心中一动,我跟拖球的四个徒弟都交过手,他的那四个徒弟都非常厉害,但是说实话,他四个徒弟中最厉害的还是那个一念。 一念应该得到了他的真传,一念已经把冥想术融入了格斗攻击中,当时我就差一点着了一念的道,当时我就听说拖球正在闭关,他好像在练什么金刚术。 他那种金刚术类似于华夏的金钟罩铁布山,应该是一种难练的抗击打功夫。 泰拳的攻击本来就非常凶狠,如果拖球的抗击打能力再很强的话,那他应该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 我当时心里就产生了一阵兴奋,他妈的,老子一直没有有效地突破刚进高级,要是能遇到拖球的话,也许我能在拖球的刺激之下,直接冲破刚进高级,达到暗镜出击。 我看着陈兔子问道,拖球什么时候来华夏? 陈兔子看着我说道,磊哥,那边说拖球还没有动身,如果拖球准备来江海这边的话,他会马上通知我的。 我看着陈兔子说道,好了,这事我知道了,如果拖球来的话,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到时候,不管我是在摩都还是在华夏的其他地方,我一定会赶过来的。 这事是我惹的,凡,我帮你解决。 陈兔子看着我急忙点头,谢谢磊哥,磊哥,刚才的事情我确实做错了,您说得对,我是您的兄弟,我不应该跟你玩什么花花肠子。 我拍了拍陈兔子的肩膀,算了,这些都是小事,都过去了,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 那行,磊哥,您慢走。 我推开车门走下了车,我站在那里,朝陈兔子他们挥了挥手,螳螂按了一下喇叭,接着,越野车就慢慢地朝前开去,越野车朝前开出了一段距离之后,才开始加速。 接着,越野车快速地离开了这里,我站在那里点燃了一根香烟,陈兔子刚才做的事让我心里很不爽,所以,我要敲打他一下。 有些事情,当时发现苗头不对,就要赶紧灭掉,要不然,时间长了就不好办了,等于自己给自己埋了一个隐患。 陈兔子刚才的表现让我很满意,我可不希望自己前脚刚走,后面这里就又冒出个阴险的江半城,我希望我的兄弟能对我诚实,大家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困难。 我拍了一下胸口的那张金卡,心里顿时就舒坦了起来,他妈的,真没想到老子一个土包子,竟然能在江海这里赚到了一千万,想想也真他妈的不容易。 有时候,我觉得,城市比荒岛还要凶险,因为城市里到处充满了陷阱和尔虞我诈,不像荒岛。 荒岛上的野兽都靠实力说话,那里都是公平的较量。 我的心情很好,我吸着烟就走进了灵湖雅院,接着我直接走进了食堂。 下雪他们三个女生正在那里吹牛,下雪看到我走进食堂,她看着我祈祷,土包子。 你刚才不是说去睡觉了吗?你怎么又跑到食堂来了? 我看着下雪轻叹了一声,我刚才本来是准备去睡觉的,可是谁知道? 我刚出食堂,就被黑熊喊走了。 你们是不知道,咱们这里出大,烦了。 咱们几个以后,可能都不能再住到灵湖雅院了。 我这话一说,肉丸子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土包子,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两个图案上的人来追杀我们了? 叶子琪也坐在那里看着我急到。 包子哥,是不是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你把事情给我们说说,也许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下雪坐在那里看了我一眼,他嘴角撇出一抹淡淡的微笑,肉丸子,紫棋,你俩都别信土包子,你看土包子一脸的坏笑,他肯定是有什么好事要告诉我们。 我坐在那里看着下雪生气地说道,下雪,你这人真是太没意思了,我想逗你们一下也不行。 既然把戏被下雪看穿了,那我也就没什么隐藏的必要了。 我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张金卡,我把那张银行卡放在桌子上朝下雪推了过去。 下雪,这是陈秃子他们刚才给我的,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下雪听了我的话,他把那张卡拿在手里,他激动地看着我说道,土包子。 这张卡加上我们账户上的资金,我们现在总共的存款应该在一千两百万。 哈哈,我们终于赚够一千万了。 肉丸子听了下雪的话,他坐在那里直发愣。 下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叶子奇则兴奋地直接搂住了肉丸子的肩膀。 肉丸子,你还没听明白。 下雪的意思是,咱们几个终于可以回魔都了。 回魔都,太棒了。 肉丸子站在那里蹦蹦跳跳地兴奋了起来,我们终于可以回魔都了。 老爸老妈,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肉丸子激动地在那里蹦蹦跳跳,他胸前的巨大在那里不停地晃动。 我被肉丸子的巨大晃得有些眼韵,我看着肉丸子的巨大心中暗倒。 肉丸子这家伙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他那里竟然能长得那么大,要是下雪那里有那么大就好了。 不行不行,下雪那里现在正好,要是下雪那里再大的话,那她的身材比例就不完美了。 还是这样吧,就非常完美了。 下雪坐在那里看着我兴奋地说道, 土包子,你这家伙,真有你的。 我其实当时跟你来江海的时候,一直心里很忐忑, 我老怕你在一年之内赚不到一千万,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 我现在就给我老爸打电话,我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下雪掏出电话,就走出了食堂,他走到离食堂很远的地方,就打起了电话。 下雪一直背对着我,我也不知道下雪在说什么。 过了一会,下雪从食堂外面走了进来,我看着下雪兴奋地问道, 下雪,下叔叔是怎么说的? 下雪看着我笑了一下,我老爸说了, 他明天下午就会来江海线。 我看着下雪问道,你跟下叔叔说,咱们几个回魔都的事情了吗? 下雪站在那里顿了一下,他看着我说道,我老爸刚才很忙, 他没跟我说那么多,他只是应了一声,说等明天见面再说。 我听了下雪的话,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 他妈的,我怎么觉得这是不太对劲? 虽然我现在已经赚够了一千万,可是下东山他该不会反悔吧? 他该不会还是不同意我跟下雪在一起吧? 下雪也感受到了我的异样,他坐到了我的旁边,拍了拍我的手,土包子。 我们大家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大家都会在一起的。 下雪这话一说,让我心里当时就暖洋洋的, 我心中暗导,下东山,老子是肯定要跟你女儿在一起的, 我倒要看看你明天还能耍什么花样。 我坐在那里,想着下东山的事情,心里很不舒服, 坐在那里半天没有吭声。 下雪见我脸色不好看,他坐在我旁边柔声说道, 土包子,你别想那么多了,有些事情,明天我们就知道了。 我看着下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那一会,我们食堂里的气氛有点尴尬,下雪想说点什么, 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叶子齐坐在那里看了我们一眼, 他站起身来兴奋地说道, 包子哥,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江海县了, 今天晚上,说什么要大吃一顿。 叶子齐这一说,肉丸子马上就兴奋地跳了起来, 对,应该大吃一顿,晚上咱们吃火锅, 子齐,咱俩现在就去准备火锅。 好的,没问题。 叶子齐和肉丸子起身就朝厨房里跑去, 我看着他俩的身影摇了摇头, 我知道他俩的意思, 他俩是故意腾开地方, 好让我和下雪坐在那里说说话。 我抬头看了下雪一眼, 下雪也正好朝我看来, 我俩互相看着对方,都没有说话。 那一会,我俩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对方, 我只觉得一股温暖在我心头荡漾, 那一会,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 我心中一动, 轻轻抓住了下雪柔软的小手, 下雪的小手被我抓在手里, 他看着我轻声说道, 土包子,你刚才是不是心里有些烦躁? 我感受着下雪小手的柔软, 心情好了很多, 我看着下雪淡淡地说道, 是的, 我刚才确实心里有点烦, 我怕下叔叔会让我们分开, 我怕下叔叔不让我回魔度。 下雪坐在那里看着我轻叹了一口气, 土包子, 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就死了, 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他也很不容易, 所以有时候, 我有些为难。 下雪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些伤感, 我看着下雪的样子, 心里有些难受。 我看着下雪柔声说道, 下雪,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不管下叔叔明天说什么事情, 我都会尽量做到的。 下雪看着我笑了笑, 土包子, 没事, 具体事情咱们明天再说, 反正我觉得你真的挺牛叉的。 我在荒岛上的时候, 就觉得你是个人才, 因为你在荒岛上证明了你强大的创造力。 你在荒岛上做了那么多的东西, 你这家伙竟然在荒岛上让我们过上了城市里的生活。 所以,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知道那一千万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我从没想到, 你竟然能这么快就赚到一千万, 你绝对是个商业奇才, 我相信, 不管我老爸说什么事, 你都会做到的, 我对你有信心。 我听了下雪的话, 看着下雪笑了笑, 下雪, 你这番话让我心里舒服多了,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那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 下雪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我老爸是个商人, 他明天如果提的要求不太苛刻的话, 那你就当时答应他, 如果他提的问题太过分了, 你就先别答应, 我回头在中间活活吸你, 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我听了下雪的话, 心中又喜又忧, 喜的是, 下雪已经对我表明了态度, 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忧的是, 下雪既然这样给我说, 那下东山, 也许明天会对我提出很过分的要求, 下雪见我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他看着我笑了笑, 土包子,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我现在去厨房帮忙, 明天的事, 我们明天再说。 下雪把手从我的手里抽了出来, 他站起身, 就朝厨房走去, 我看着下雪那美丽的背影, 心里暗道, 他妈的, 不管明天下东山提出什么要求, 老子都要想办法跟他斗一斗, 下东山是很牛叉, 可是江海这里的大哥不是一个个也都很牛叉吗, 那些大哥还不都被我给搞得服服帖帖的, 我站起身走出了食堂, 然后就回四合院睡觉去了, 我在屋里睡了一会, 肉丸子就在门口喊我, 他说让我去食堂吃晚饭, 晚饭是火锅, 肉丸子, 他们把配菜搞得很丰盛, 有羊肉, 鱼碗什么的, 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里边吃边聊, 叶子齐看着我们说道, 要不咱们开一瓶红酒吧, 肉丸子坐在那里看着叶子齐说道, 子齐, 你可别看我, 我可不上你的当, 你可别来琢磨我的罗曼尼, 康蒂, 肉丸子这一说, 下雪坐在那里轻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刘盈现在怎么样了, 当初开饭店的时候, 我们一直是五个人, 好久没见刘盈了, 还真的有点想她, 我听了下雪的话, 心中有些难过, 刘盈跟我们四个人认识得有点晚, 所以有时候她跟下雪他们, 还是有点陌生, 我没有想到, 刘盈竟然是华东刘家的人, 她上次被刘军带回了刘家, 恐怕以后, 想见她就没那么容易了, 刘盈回到刘家, 那就等于是一只金丝雀被关到了笼子里, 她彻底失去了自由, 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刘盈了, 叶子齐见我们都没有说话, 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说道, 下雪, 刘盈在家里面很好, 前几天我还给她打电话呢, 她说, 让我们回头去找她玩, 我听了叶子齐的话, 揉了揉鼻子笑道, 下雪, 等咱们回了魔都, 回头咱们几个组团去刘家看刘盈, 我说这话的时候, 心中暗道, 他马的, 刘军你不是觉得华东刘家很牛逼吗, 老子回头就带着下雪他们去看刘盈, 刘盈如果想离开刘家的话, 我看你们谁敢阻拦, 叶子齐从旁边拿了一瓶红酒, 她把红酒倒在了四个杯子里, 她看着我们说道, 来, 我们四个人干了这杯红酒, 让我们提前庆祝大家回魔都, 来, 干杯, 大家一起回魔都, 我们四个人的杯子碰到了一起, 我们大家都把杯子中的红酒给喝了, 那天晚上, 我们几个吃得很开心, 大家吃完后, 就直接回屋里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上, 我正在屋里睡觉, 就听到有人在门口敲门, 我打开屋门一看, 只见夏雪穿着一身休闲服站在屋子门口, 她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你赶快洗漱一下, 我带你出去, 我看着夏雪有些奇怪, 夏雪, 你准备带我去啊,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赶紧的, 夏雪看着我说道, 我在院子里等你, 我看夏雪的样子, 她应该是找我出去有事, 于是我也没多问, 我急忙洗漱了一下, 然后就走进了院子, 夏雪站在迷你车旁, 她直接就把车钥匙扔给了我, 她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你开车, 咱们去县中心转转, 我接过车钥匙, 然后钻进了车里, 夏雪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我开着车, 就出了灵湖雅院, 我一边开车一边问, 夏雪, 这大清早的, 你是准备喊我去哪呢? 夏雪用手拽了一下 我身上的牛仔裤和夹克, 她看着我说道, 我老爸今天下午就来了, 你穿这身衣服怎么行, 咱们去商场里, 给你买两件像样的衣服, 这样, 我老爸下午看到你的时候, 心情一好, 能省去很多, 烦, 我看着夏雪问道, 夏雪, 你说得对, 可是江海这里有点小, 咱们去拿买衣服, 大幅景就行, 那个商场的二楼, 有家丹戈尔, 江海这里买不到什么高档的衣服, 咱们凑合一下, 买件万把块的衣服就行了, 我把车停到了大幅景商场, 接着, 我俩就直接上了二楼的丹戈尔专卖, 现在是早上, 商场里面的人比较少, 丹戈尔专卖里, 只有一个服务员在那里上班, 那个服务员的身边, 站了一个男的, 那个男的手里拿了很多外卖, 他看着那个服务员说道, 丹丹, 你天天不吃早餐, 对身体不好, 我今天专门给你买了很多好吃的, 你赶快吃吧, 那个服务员看我们进来, 他瞥了我们一眼, 然后机械性地说了一句, 欢迎光临, 接着, 那个服务员就不打理我们了, 他拿着一个包子就在那里吃了起来, 他一边吃还一边和男朋友在那里看着我们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下雪也没计较那个服务员的眼神, 他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来, 这件西装应该不错, 跟你的身材应该很相配, 我扫了一眼那件西装的标签, 他码的, 光这件破西装都快两万块了, 我看着下雪说道, 下雪, 这衣服太贵了, 我穿到身上也是浪费, 下雪站在那里看着我有些生气地说道, 土包子, 你可要知道, 今天下午是要见我老爸, 就这件衣服, 下雪对着服务员喊道, 服务员, 烦你把这件西装给我们拿一下, 那个服务员看了我们一眼, 接着, 他直接就朝我们走了过来, 他手直接就拿起那件西装递给了我们, 我们这里的衣服可是贵重物品, 如果您不购买的话, 请不要试穿, 下雪一直在挑衣服, 他本来没有注意服务员的态度, 他这时候听了服务员的话, 看了服务员一眼, 微微地皱了皱眉, 他对服务员的态度有些不爽, 那个服务员看到下雪皱眉头, 他扫了我和下雪一眼, 心中暗道, 两个乡下土包子, 来我这里装什么牛逼, 看你俩身上穿的衣服, 就知道你俩是两个穷酸, 下雪看着那个服务员说道, 我们先试下这件衣服,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我们马上就会买, 那个服务员看着下雪撇了一下嘴, 接着他把西装直接递给了下雪, 这件西装可是一万八千八, 下雪把西装接到了手里, 他看了那件西装一眼, 就对着那个服务员说道, 对不起, 请你给我们换一件西装, 这件西装上有三个手指头印, 那个西装的肩膀那里, 有三个油乎乎的手指头印, 那个女服务员刚吃了肉包子, 她急急慌慌地过来, 忘记擦手了, 所以她手指上的油, 直接就印到了西装上, 那个女服务员看着西装上的纸印, 她当时头就大了, 老娘一个月拼死拼活, 才赚三千多块, 这件西装可是一万八, 要是老娘把这件西装赔出来的话, 那这半年老娘可是要去喝西北风了, 那个女服务员眼珠子一转, 她看着下雪说道, 你这个人怎么素质这么低, 你怎么把手指头上的油, 都弄到了我们的衣服上面, 要知道这可是贵重物品, 你现在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 下雪听了那个女服务员的话, 她站在那里, 看着女服务员说道, 小姐, 这件衣服明明是你自己给弄脏的, 你得讲道理, 讲道理, 讲什么道理? 女服务员看着下雪厉害地喊道, 我给你们说, 你们两个土包子可别想赖账, 你们是不是身上带的现金不够? 你们要是身上带的现金不够, 我们这里可以刷卡, 玛丽点, 刷卡吧, 下雪看了女服务员一眼, 她站在那里冷冷地说道, 这件衣服不是我们弄脏的, 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的, 女服务员站在那里看着下雪怒道, 你个外地来的人还敢在江海这里这么狂, 我给你说, 你是不是不想离开江海县了? 大壮, 你快过来, 有人欺负我。 女服务员的男朋友早就站在那里准备过来了, 不过女朋友一直没发话, 她也不方便过来, 这时候, 她听到了女朋友的喊声, 急忙快步走了过来, 她站在那里直接撸起了袖子, 她看着下雪说道, 我女朋友既然说这衣服是被你们弄脏的, 那肯定就是你们弄脏的, 你们赶快把钱拿出来, 要不然,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我见下雪站在那里和服务员吵架, 一直没有搭枪, 这时间那个男的也过来凑热闹, 而且, 他竟然敢站在那里威胁下雪, 我当时心里就很不爽, 不过下雪就站在我的旁边, 我不想太过招摇,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小子说道, 我女朋友说了, 这件衣服不是我们弄脏的, 那就不是我们弄脏的, 你还想怎样? 那小子见我看她, 她站在那里看着我晃了晃胳膊, 小子, 你最好赶快把钱给掏出来, 要不然, 你和你女朋友都别想离开江海县, 我扫了那小子一眼, 只见那小子的胳膊上纹了一只下山的老虎, 那只老虎纹得还不错, 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还他妈挺吓人的, 我看着那小子心中暗倒, 看来这小子应该也是江海道上混的, 只不过不知道这小子是跟谁的, 这小子刚才在那里威胁下雪, 我早就心里很不爽了, 这时候, 他竟然又赶在我面前挑衅, 我站在那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你耳朵是不是聋了? 我给你说过了, 我女朋友既然说衣服不是我们弄脏的, 那就不是我们弄脏的, 我一分钱也不会赔给你们的, 我说这话的时候, 心里有些生气, 所以, 双眼冷冷地扫了那小子一眼, 那小子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的, 但是他被我的眼光一扫, 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那小子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小子, 你他妈的一个外地来的土包子, 还想在我们江海线耍横, 老子告诉你, 我马上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我要让你这个外乡人跪在面前求我, 我要让你知道我大壮可不是好欺负的, 我听了大壮的话, 看着他冷冷地说道, 你叫大壮是吧? 今天我的心情很好, 不想跟你计较, 你现在最好马上给我滚, 老子只当这事没有发生,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你妹, 大壮站在那里看着我骂道, 你这个外地土包子, 你还真以为这里是你们乡下啊? 我告诉你, 这里是江海线, 你小子别走, 老子现在就喊人来修理你。 大壮说完这话, 他直接拿着电话就朝专卖店外面走去, 早上转商场的人并不多, 我们这一朝, 附近逛商场的那些人都围到了专卖店的门前, 他们站在那里看起了热闹, 商场里的那些管理人员也得到了消息, 一个胖胖的家伙走了进来, 他走到我身边, 看着我低声说道, 兄弟, 我是这里的商管, 你赶快走吧, 这个女的男朋友可不一般, 那个大壮的叔叔是江海这里的大哥疯狗, 你们都是外地人, 惹不起的, 赶紧走吧。 胖子的声音虽然比较小, 可是那个女服务员丹丹还是听到了胖子的声音, 他站在那里尖声喊道, 胖子, 你这家伙是不是想死? 老娘的西装上被这两个外地人给按上了手指印, 这件衣服可是一万八, 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一万八给老娘赔出来? 胖子听了丹丹的话, 他站在那里轻叹了口气, 然后转身走到了一旁, 那个大壮马上就走回来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外地人, 我给你说, 你要是现在把钱给交出来的话, 我还可以放你们一马, 要不然, 等会我叔叔来了, 就直接打断你的双腿。 下雪听了大壮的话, 他站在旁边看着我说道, 土包子, 我老爸一会就来江海线了, 今天是咱们的好日子, 要不就这样算了吧? 我们把钱给他们, 反正咱们也不。 我听了下雪的话,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那个服务员丹丹已经从旁边的柜子下面, 又拿出了一件封衣,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说道, 你们既然准备结账, 那这事就好办多了, 这里还有件被你们弄脏的封衣, 你们一起结了吧。 下雪本来也不是个懦弱的人, 他只是觉得老爸今天要过来, 这是件高兴的事, 其他的事就算了, 而且也没必要跟一个营业员计较那么多, 那件西装回去干洗一下就行了, 反正马上就要回魔都了, 给土包子多买两件衣服也行。 可是下雪见那个丹丹, 竟然又拿出了一件脏兮兮的封衣, 下雪当时就生气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丹丹平静地说道, 你以为我们是凯子, 所以想讹我们。 我告诉你, 这件封衣和那件西装, 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的, 因为那两件衣服不是我们弄脏的, 谁爱陪谁陪。 丹丹听了下雪的话, 他站在那里看着下雪生气地说道, 行, 这话可是你说的, 你给我记住了, 等会你男朋友的腿被别人打折的时候, 可别怨我。 下雪站在那里瞪了丹丹一眼, 他没有说话, 他直接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 大壮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 他看着我叹了一声, 兄弟, 找女人可要谨慎啊。 我本来还准备放你一马的, 可是你看看, 这都是你女人替你惹的祸啊。 我站在那里冷冷地看了大壮一眼, 我刚才本来不打算跟你计较的, 现在我改主意了。 等会我不光要打断你的双腿, 我还要打断你的右胳膊, 因为你小子太他妈地见了, 老子得让你尝尝记性。 大壮听了我的话,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怒道, 你他妈的, 我现在就修理你。 我冷冷地看了大壮一眼, 大壮被我的眼神一看, 他的气势马上就弱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行, 你小子等着, 看我叔叔来了, 怎么收拾你。 我看着大壮冷冷地说道, 疯狗来了又怎样, 不管做什么事, 都得讲道理, 你他妈的, 敢喊我叔叔的外号。 大壮站在那里, 看着我气愤地说道, 你等着, 等我叔叔来了, 看他怎么收拾你。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一群人从专卖店外面走了进来, 那群人一个个都虎背熊腰的, 看起来很凶悍, 附近的那些人看到那群人, 都急忙闪到了一旁。 带头的那个人脑袋不停地在那里抽搐着, 他的脑袋一边抽搐着一边喊, 大壮, 你这么急地, 喊我来干嘛? 大壮看到那个人, 就急忙跑了过去,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人大叫道, 叔叔, 你可算来了, 你是不知道, 刚才有人欺负我, 那小子还直接喊你的名字, 他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 疯狗听了大壮的话, 他站在那里大声地说道, 谁呀, 谁他妈的敢这么嚣张? 那些看热闹的人刚才都站在我的面前, 所以, 疯狗并没有看到我, 现在疯狗这一喊, 那些看热闹的人马上就让到了一旁, 我和疯狗之间马上就空出了一片空地。 疯狗看着我马上就待在了那里, 他浑身哆嗦了一下, 然后看着我说道, 雷雷哥? 大壮听了疯狗的话, 他站在那里迷茫地看了疯狗一眼, 叔叔, 你说什么呢? 什么雷哥? 疯狗二话没说, 直接就给大壮来了一个嘴巴子, 他那个嘴巴子直接就给大壮抽猛了, 大壮站在那里捂着脸看着疯狗问道, 叔叔, 你为什么? 你个不长眼的畜生! 疯狗看着大壮骂道, 你他马得快给雷哥跪下! 大壮看了疯狗一眼, 他又看了看我, 他似乎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他看了我一眼, 浑身一哆嗦, 接着, 他的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 疯狗站在那里看着我急忙解释道, 蕾哥, 这是我的亲侄子, 他岁数还小, 不懂事, 希望蕾哥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了他这一次吧。 我站在那里, 看着疯狗冷冷地说道,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要打断他的两条腿和一个胳膊, 你来还是我来。 疯狗听了我的话, 他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蕾哥, 我侄子岁数还小, 您能不能? 你是想让我说话不算话? 我看着疯狗淡淡地问道, 疯狗听了我的话, 他浑身一哆嗦, 他直接转身从手下的手里拿过一根家伙, 他直接就朝大壮走去, 大壮见疯狗竟然拿着家伙真朝他走来, 他的脸都下白了, 他在那里不停地挥舞着双手, 叔叔, 不要啊叔叔, 您可只有我这一个侄子啊。 疯狗看着大壮没有说话, 他看着大壮心中暗骂, 你这不长眼的东西。 谁他马得不好惹, 你非去惹磊哥。 现在是我下手, 要是磊哥下手的话, 你小子更不好受。 疯狗咬了咬牙, 接着, 他手中的家伙就砸在了大壮的身上, 大壮发出三声凄惨的叫声, 他彻底昏死了过去。 我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这个场面,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吭声, 不是我心肠残忍, 而是有些事情必须这样做。 我人还没有离开江海县, 疯狗的侄子就已经这样嚣张了。 如果我要是离开江海一段时间的话, 那江海这里还不被疯狗他们搞成一团糟。 我让疯狗打断他侄子的胳膊和腿, 这也等于是向疯狗他们三个人发出一个警告, 不管你是什么大哥, 做事都要讲道理, 如果你不讲道理的话, 老子就会收拾你们的。 疯狗站在那里看着我恭敬地说道, 磊哥, 我现在就送我侄子进医院, 今天的事情对不住了。 我看着疯狗点了点头, 看着他淡淡地说道, 记得回去给弟兄们说一声, 不管做什么事, 一定要讲道理。 疯狗听了我的话, 他的身体直接本能地颤抖了一下, 接着, 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他看着我急忙点头, 我侄子这事是我管教不到位, 我回去一定给兄弟们说清楚。 疯狗把手一挥, 那些手下抬着大壮的身体, 就朝砖卖店外走去, 他们走得很快, 没意会, 他们人就不见了。 丹丹刚才一直站在那里看戏, 他以为疯狗他们来了, 会把我的腿给打断的, 可是他没想到, 疯狗竟然把大壮的腿和胳膊打断了, 他站在那里, 浑身不停地哆嗦着, 这个男人竟然就是江海的大哥大磊哥。 他马的, 我怎么这么不长眼, 我竟然招惹了磊哥和他的女人, 这时, 附近走过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 带头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那个男人走到我跟前, 看着我恭敬地说道, 磊哥, 不好意思, 让您受惊了。 我是这个商场的经理, 为了表达我们对您的歉意, 您今天在我们这个商场里看到的所有物品, 全都可以免费带走。 我站在那里揉了揉鼻子, 不用, 我就买这件西装, 等会你给我打个折扣就行。 我用手指了一下刚才那个胖子, 对着经理说道, 你们这个胖员工不错。 他敢于仗义直言, 人挺好的。 那个经理听了我的话, 他看着那个胖子说道, 胖子, 你以后就是二楼商管部的部长了, 以后你要好好干。 胖子听了经理的话, 他站在那里很是激动, 他脸上的肥肉在那里不停地跳动, 谢谢经理, 谢谢磊哥。 我从旁边拿了一件同款的西装, 然后付完款就走了。 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看那个单单一眼, 像他这样狗眼看人低的小人物太多了。 像他这种视力的小人, 这一次的事情就够他记一辈子了, 我没必要跟他一个小女人一般见识。 我提着西装, 下雪搂着我的胳膊, 我俩直接朝停车的地方走去。 下雪跨我的胳膊跨得很紧, 我闻着下雪身上淡淡的香味, 心里涌起一股冲动。 我的胳膊故意往下雪的身上蹭了蹭, 他马的, 下雪那里的柔软感觉真舒服。 下雪没有察觉到我的小动作, 他边走边低声说道, 土包子, 你刚才那会看起来虽然挺有英雄气魄的, 但是你那样做会不会太凶了? 那个年轻人的胳膊和腿都被打断了, 也许对他以后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听了下雪的话, 轻叹了一口气, 下雪, 有些事, 我不想去做, 可是, 却没有办法不去做。 这就是江湖。 就拿刚才这件事来说吧, 如果换成是其他人, 不光被敲诈了一万多块, 还有可能被疯狗他们给打成瘸子, 恶人一定要有恶报。 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 我说这话的时候, 心中突然一动, 我不禁想起了江半城, 江半城那老家伙在江海的时候。 那些大哥们一个个都对他挺害怕的, 所以江海这里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太平。 我心中暗道, 江半城其实也不容易啊。 面对一帮如狼似虎的大哥, 必须采用非常残暴, 严厉的手段才能控制他们。 我突然又想到了江半城的那张纸条, 江半城在纸条上画了一个石和一个骷髅头。 这两个图案到底是什么意思? 江半城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下雪轻叹了一口气, 吐包子, 你说得也对。 你真的是变了, 你来到江海之后, 变了很多, 你这都是为了我。 下雪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语气有些愧疚, 他的两眼红扑扑的, 差一点就要掉筋痘了。 我看着下雪笑了笑, 一切马上都要过去了, 我们几个人马上就要回魔都了。 好生活在等着我们, 走。 我们回灵虎雅院。 下雪听了我的话, 她看着我高兴地说道, 吐包子, 说实在的,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这股不服输的劲, 你不管干什么事情, 都很有信心, 似乎在你的字典里, 从来就没有失败这两个字。 我揉了揉鼻子, 看着下雪说道, 下雪, 老话不是说得好,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更何况, 我黄磊从来就没有败过, 我的信条是, 老子从哪跌倒, 就从哪爬起来。 老子一次爬不起来的话, 就用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老子非要从地上爬起来不行。 我说这话的时候, 两眼充满了坚定的目光, 下雪看着我, 她的眼神当时就亮了, 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的脸上红扑扑的, 下雪看着我低声道, 吐包子, 咱们开车回去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老爸他们快该来了。 我看了下雪一眼, 她脸上红扑扑的, 看起来还挺好看。 我看着下雪的样子, 心中一动, 她码的, 在荒岛上的时候真傻, 要是那时候跟下雪 把生米做成了熟饭, 那现在就少了很多的麻烦。 她码的, 老子当时是不是太傻了? 当时就应该在岛上 跟下雪发生点故事的。 下雪站在那里, 抬头看了我一眼, 吐包子, 你在那想什么呢? 赶快开车, 咱们回临湖雅院。 我跟下雪都钻进了车里, 我开着车, 就回到了临湖雅院。 我拿着西装, 就回到了屋里, 我把西装换好之后, 就直接去了食堂。 下雪她们三个女生, 正在那里聊天, 肉丸子抬头看了我一眼, 对不起, 我们食堂今天不做生意。 我看着肉丸子淡淡地说道, 肉丸子, 你这家伙又偷懒。 肉丸子听了我的话, 他抬头仔细看了我一眼, 吐包子, 怎么是你? 你这家伙可真行, 换了衣服都认不出来你了。 叶子奇也朝我看来, 他看着我笑嘻嘻地说道, 磊哥, 这西装跟你还真配, 你穿上这西装, 就跟新郎官似的。 下雪坐在那里, 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 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异样的目光, 过了一会, 他才回过神来, 他看着我说道, 吐包子, 你坐在这里等一会, 我刚才打过电话, 我老爸他们大概还有十分钟就到咱们这了。 我看着下雪点了一下头, 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 我想说什么, 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一会, 我的心情很是紧张, 我有点怕见到下雪的老爸, 可是我又有点期待看到下雪他老爸。 我坐在那里没一会, 就听到桌子上的布画机传来黑熊的声音, 磊哥, 磊哥, 夏伯伯来了。 我听着黑熊的声音, 心中一叹, 夏东山终于来了。 我已经按照夏东山的要求赚够了一千万, 我倒要看看, 夏东山还准备给我出什么难题。 夏雪听到了布画机里的声音, 他兴奋地站了起来, 他看着我们说道, 我老爸来了, 走, 咱们一块去接我老爸。 夏雪说完就朝外面跑去, 肉丸子也急忙起身, 跟在夏雪的身后朝食堂外跑去。 叶子奇和我也站起来, 朝食堂外面走去, 叶子奇看着我低声说道, 包子哥, 你今天真是太帅了,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一定行的。 叶子奇说最后两句话的时候,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酸酸的, 我看了叶子奇一眼, 只见她眼角那里有点红, 她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 我看着叶子奇心中暗道, 哎, 叶子奇一直是我的脑残粉, 无论我做什么事, 她都毫无条件地支持我, 其实我不是不明白 紫奇对我的心意, 可是我毕竟是先认识夏雪的, 而且我在夏雪身上 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有时候, 我也偷偷地想过, 如果我早一点认识紫奇的话, 我俩会不会发展到一起呢? 毕竟紫奇也是 在海边长大的女孩, 她跟我的身世有点像, 也许我们两个会更合适。 叶子奇见我看她, 她看着我笑了笑, 包子哥, 你别看我, 你快出去吧, 夏伯伯已经来了。 我看着叶子奇说道, 紫奇, 你放心, 我不会抛下你不管的。 叶子奇看着我脸上 露出了一丝激动的表情, 她看着我催道, 包子哥, 你就别在这里, 吕耍。 葛侠匪悟丧。 我跟叶子奇走到了食堂外面, 只见院子里停了两台车, 最前面的一辆车是辆越野车, 四个船, 西装的保镖站在越野车的旁边。 第二辆车是辆大宾利, 夏东山站在宾利的旁边, 夏雪站在那里, 拉着夏东山又说又笑, 肉丸子站在夏雪的旁边, 时不时地插上一句话。 夏东山的旁边站着老庄, 老庄看着我微微点了下头, 我看着老庄也笑了笑。 我看到老庄就有一种亲切感, 虽然我的义和拳是在荒岛上学的, 可是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拳的名字和用法, 那时候我就跟一个深藏宝贝的白痴一样。 老庄那时候给了我很多指点, 他可以说是我武术上的启蒙老师, 因此我看到老庄很是高兴。 我快步走到了夏雪的旁边, 我看着夏东山笑道, 夏叔叔, 您可算来了。 夏东山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 他看着我赞道, 雷, 咱们有半年多没见了吧? 你小子可以啊, 现在看起来比以前成熟多了, 我虽然人在魔都, 但是我经常听到朋友们说起江海的事情, 你小子干得不错。 我看着夏东山急忙谦虚道, 夏叔叔过奖了,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凑巧做了一些事情。 你小子还知道谦虚, 不错, 很不错, 夏东山看着我笑了笑, 现在像你这样, 知道谦虚的年轻人太少了, 难得呀。 夏雪站在那里, 拉着夏东山的手撒娇道, 老爸, 你从小就教育我要看对人, 我的眼光怎么能看错呢? 哈哈, 女大不中流啊, 夏东山站在那里看着夏雪说道, 你这还没怎么的呢, 胳膊就往外拐了。 夏雪被夏东山这一说, 他的小脸红扑扑的, 他看着夏东山说道, 老爸,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们在食堂二楼给你们准备了午餐, 咱们边吃边聊吧。 肉丸子听夏雪这样说, 他也急忙说道, 对呀, 夏叔叔, 咱们边吃边聊。 叶子奇看着夏东山笑道, 夏叔叔, 二楼请。 好, 夏东山看了夏雪他们三个一眼, 他站在那里笑道, 好久也没有吃过肉丸子烧的菜了, 我这就去吃他几大碗。 夏雪拉着夏东山就朝食堂的二楼走去, 叶子奇和肉丸子跟在夏雪他们的身后, 我站在那里看着老庄笑道, 庄老哥, 最近怎样? 还行, 就那样, 老庄叹了口气, 魔多那边的事情比较多, 有点, 烦。 我听老庄这样一说, 马上就想到了夏家的那个大, 烦, 我心中暗倒, 也不知道夏家的那个大, 烦解决了没有, 以前想打个电话问问老庄, 可是总觉得不合适, 既然这次老庄来了, 那就回头找个时间, 悄悄地问问他, 看看夏家到底遇到了什么大, 烦, 我看着老庄说道, 庄老哥, 走吧, 咱们上楼, 边吃边聊。 老庄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有些惊讶, 兄弟, 你现在的功力应该还是刚进高级,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的眼神锐利了很多, 而且你身上的气场也跟我走的时候不太一样, 你的气场感觉更加强大了, 而且你身上的那股杀意似乎也更强了。 我心中暗倒, 老庄这家伙确实眼光厉害, 他只是看了我两眼, 就能判断出我现在的境界。 我也没打算对老庄隐瞒, 我看着老庄直接说道, 庄老哥, 我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在拳术上有一些领悟, 我在拳法上有了一些突破, 可是我的内力却没有什么进展, 一直是刚进高级, 我遇到了几个高手, 可是那几个高手一直没有刺激到我的本能, 我一直没有突破刚进高级。 不急, 不急, 老庄看着我安慰道, 你现在已经进展得够快了, 功夫这东西, 欲速则不达, 有时候, 顺其自然就好了, 有句话不是说得好,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你只要一直努力, 总会突破刚进高级的。 兄弟, 你最近干得不错啊, 老庄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江半城那老东西都被你给收拾了, 那老东西可不好对付, 我以前来江海的时候, 跟江半城谈过生意, 那老东西要价太高了, 所以我们没有谈拢。 我听了老庄的话, 心中暗道, 老庄以前就给我说过, 夏家在江海这里, 当时没有布局, 所以一直受到其他家族的牵制, 难道老庄当时来找江半城, 就是来谈合作的事情? 可是江海这里一个穷县, 能有什么东西, 让夏家看到眼里? 我马上就又想到了, 阿虎给我说的话, 阿虎当时给我说过, 江海下面有很多乡镇, 那些乡镇都靠近海边, 那些地方可都肥得流油, 老庄停顿了一下, 他看着我说道, 兄弟, 老哥我有件事求你帮忙。 我听了老庄的话, 急忙看着老庄说道, 庄老哥, 您这话说的, 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办的, 随便发个话就行, 不管是什么事, 我都帮您办到。 老庄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看着我低声说道, 哎, 其实是宗涛那孩子的事, 宗涛自小要强, 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一般也不给别人说, 前段他去了魔都一趟, 我看他眉头紧皱, 似乎是有什么心事, 我问他, 他也不给我说, 他说我岁数大了, 让我自己保重, 身体就行。 我知道这孩子肯定是遇到了什么, 烦, 我倒是想帮他, 可是下家这边的事情也很, 烦, 我一离开的话, 就害怕出事, 你跟宗涛的岁数相仿, 而且你还是这孩子的师叔, 他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到时候帮他一下, 老哥我在这里谢过了。 我听了老庄的话, 看着老庄急忙说道, 庄老哥, 你放心, 宗涛的事就是我的事, 就算老哥您不说话, 宗涛如果遇到事的话, 我也会替他摆平的。 前段时间, 我见过宗涛, 我当时也觉得他气色不对, 我问他,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 烦, 他没给我说那么多, 他只是说, 回头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他会来找我的。 老庄听了我的话, 他轻叹了一口气, 宗涛这孩子就是要强, 不过既然你给他说了就行, 他回头要是真搞不定的话, 还是会来找你的。 我看着老庄说道, 庄老哥, 你放心, 不管宗涛遇到什么, 烦, 我都会想办法帮他摆平的。 我想起老庄刚才给我说夏家, 烦的事情, 我看着老庄小心翼翼地问道, 庄老哥, 您刚才说夏家的, 烦, 夏家到底遇到了什么大? 烦。 老庄看着我轻叹了口气, 这是老爷不让说, 回头有机会的话, 我再告诉你。 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聊, 很快就到了食堂的二楼, 包间的桌子上摆了八个凉菜, 那八个凉菜都是肉丸子亲自弄的, 色香味俱全。 我们几个人走进了包间, 然后就坐到了那里, 夏雪的老爸坐在主位, 老庄坐在夏东山的左边, 夏雪坐在夏东山的右边, 肉丸子他们几个坐在夏雪的身旁, 我为了表示礼貌, 坐在夏东山的对面。 夏家的那些保镖都被安排到了隔壁的包间里, 我们食堂有人专门负责那些保镖的饮食。 肉丸子拿了一瓶红酒, 他把红酒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杯, 夏东山坐在那里端起了酒杯, 他看着我们说道, 雷,真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这么快就赚到了一千万, 来,我们大家干一杯。 夏东山说完, 他一口就把那杯红酒给喝完了。 我们大家见夏东山喝完了那杯红酒, 我们也都急忙喝完了杯子里的红酒。 肉丸子急忙站起身给我们每个人的杯子, 都倒上了一杯红酒。 夏东山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雷,来,咱们干了第二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下雪的照顾。 我听了夏东山的话,心里老觉得很不对劲, 他妈的,谢谢我一直以来对下雪的照顾, 我怎么觉得他要把我和下雪分开似的。 夏东山喝完了杯中的红酒, 我们大家也急忙把红酒都给喝完了。 这时候,服务员把热菜也不断地送了上来, 肉丸子急忙把红酒又给大家倒上。 夏东山打了一个酒格, 他看着我说道, 雷,这第三杯酒咱们就说点正事, 说说你和下雪的事情。 我坐在那里看着夏东山, 心里暗倒, 马的,夏东山果然是个老狐狸, 他先用两杯红酒来。 逼我一下, 他等我放松了警惕之后, 才来跟我说下雪的事情, 看来,夏东山来意不善啊。 我虽然坐在那里, 心里很不爽, 但是我还是满脸对笑地说道, 夏叔叔, 您说吧, 我坐在这里认真的听着呢。 夏东山看了我一眼, 他对我的态度似乎很满意, 他拿出了一根雪架, 他慢条丝里地把那根雪架点燃, 他吸了一口雪架没有说话, 他坐在那里看了我两眼, 似乎在琢磨怎么给我说夏雪的事情。 我坐在那里看着夏东山也没有说话, 我发现夏东山病脚的白发多了很多。 刚才夏东山从汽车里出来的时候, 夏雪一直围着他说话, 我跟夏东山离得有点远, 我也没注意。 我现在跟夏东山坐到了面对面, 这才发现夏东山虽然气色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他的脸上也带着一些憔悴, 看样子, 他最近晚上也没有怎么休息好。 我看着夏东山心中暗道, 看来, 夏家的那个, 凡应该很难搞, 要不然夏东山的头发也不会白了那么多。 夏东山吸了两口雪茄, 他坐在那里看着我赞道, 黄磊, 说实在的, 你这小子在江海这里干得不错, 我本来给了你一年的时间, 可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赚够了一千万, 你小子比我年轻时候还要厉害。 我听了夏东山的话, 急忙看着夏东山谦虚道, 夏叔叔过奖了, 我这也是运气好, 还有就是夏雪, 肉丸子, 紫棋他们三个人都肯帮我。 我这话一说, 夏雪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肉丸子也坐在那里很是高兴, 叶子棋双眼看着我, 他的眼里跳过了一丝狂热。 夏东山看着我说道, 黄磊, 既然你赚够了一千万, 那夏雪和临时的婚事就暂时放到一边, 临家那边的事情, 我来搞定。 老庄坐在那里听了夏东山的话, 他的脸上跳过一丝惊恶, 他看着夏东山提醒道, 老爷, 临家那边。 夏东山看着老庄把手一摆, 老庄, 这是不用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老庄看了夏东山一眼, 他轻叹了一口气, 没有再说什么。 我坐在那里看了老庄和夏东山一眼, 心中暗道, 他马的, 难道夏家的那个大? 凡跟魔都六大家族的临家有关, 或者是夏家的那个大, 烦得临家出面才能解决, 所以夏东山以前, 想把女儿嫁给临家的那个傻子临时, 好借助临家的势力来解决掉那个。 烦, 我坐在不停地琢磨着, 也不知道夏家在魔都遇到了什么大, 烦, 看来那个, 烦应该很棘手。 夏雪听了夏东山的话, 他坐在那里看着夏东山激动地说道, 老爸, 谢谢你, 我真是爱死你了。 夏东山看着夏雪笑了笑, 这是你不要谢我, 这是使黄磊努力出来的结果,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赚到了一千万, 所以, 你和临时的婚约可以先放到一边, 临家那边我顶着。 我看着夏东山问道, 夏叔叔, 那我和夏雪什么时候可以回魔都? 夏东山吸了一口雪茄, 他看着我慢慢地说道, 年轻人不要那么急, 虽然我取消了夏雪和临时的婚事, 但是我有个附加条件。 我听了夏东山的话, 心里当时就一咯噔, 马的, 我还以为夏东山同意我和夏雪在一起了呢, 看来夏东山还是留有后手, 他前面的那些话都是用来逼我的。 我虽然心里有些不爽, 但是我还是看着夏东山笑道, 夏叔叔, 你有什么附加条件就说吧。 我喜耳恭听。 夏东山看着我说道, 黄磊, 我在江州那里有个地产公司, 那个地产公司外人很少知道。 我想让你自己去江州的地产公司那里, 再干上一段时间, 等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我会通知你去摩都的。 在你自己去江州的这段时间里, 夏雪可以自己选择, 她如果想去摩都的话, 我不反对。 如果她想留在江海这里, 我也没什么意见。 夏雪听了夏东山的话, 她坐在那里气呼呼地看着夏东山, 她没有说话。 我看着夏东山生气地说道, 夏叔叔, 您当时可不是这样说的, 您说只要我赚够一千万就行了。 夏东山吸了一口雪茄, 她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 我当时可没对你承诺过什么, 我当时只是说, 你只要赚够了一千万, 夏雪就可以不跟临时在一起, 我已经把这事给揽下来了。 我是个商人, 商人做任何事都是以利益为前提的,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 我不可能看着她往火坑里跳, 你赚到一千万只能说明你有能力跟夏雪谈恋爱, 你要想娶她那还差得远了。 黄磊, 你是不是能力不行? 你是不是觉得你在地产那一行混不出头? 你要是觉得你能力不行就早点离开夏雪, 我可不想让夏雪跟着你吃土。 要知道, 华夏这里的顶级富豪都是做地产起家的, 我夏家的主要产业也是地产, 我可不想让我女儿嫁给一个地产废物。 夏冬山这番话估计想了很长时间, 所以她说这话的时候就跟连环炮一样, 她一股脑地把那些话全说了出来。 我听了夏冬山的话, 心里很是愤怒, 老子的能力不行, 老子的能力绝对不比你夏冬山差。 既然你夏冬山能在地产那一行呼风唤雨, 假以时日的话, 我黄磊也行。 我黄磊不光要在地产上做出成绩, 而且我的地产公司要比你夏冬山的更大, 更牛差。 我看着夏冬山有些生气, 不过出于礼貌, 我忍了忍, 没有说话, 夏冬山是夏雪的老爸。 有些话, 我不能随便乱说, 要不然夏雪会在中间难做的。 夏雪跟我对了一下眼神, 夏雪给我使了个眼色, 她的意思是让先冷静一下, 不要那么冲动, 省得我跟她老爸吵翻了, 后面的事情不好商量。 夏雪坐在那里气呼呼地说道, 老爸, 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 您原来说的是, 让我们一年内赚够一千万, 可是我们现在提前几个月, 就赚到了一千万。 这就证明, 我们的能力很牛差, 您现在又让土包子一个人去江州做地产, 这是不合规矩。 夏冬山听了夏雪的话, 她吸了一口雪茄烟, 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下, 夏雪,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样吧, 我给黄磊一个月的时间, 让她好好地考虑一下去江州做地产的事情。 我一个月后等她的答复, 好了, 我也吃饱了, 我还要在江海待几天, 我们现在就回江海大酒店了。 夏冬山说完, 她看着我郑重地说道, 黄磊, 你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你这一个月好好地想想吧。 我听了夏冬山的话, 没有吭声。 夏冬山直接朝包间外走去, 老庄紧紧跟在夏冬山的身后, 隔壁的那些保镖早就站到了门口, 他们跟在夏冬山的身前身后就朝楼下走去。 夏雪轻叹了一口气, 她也站起身, 急忙跟在夏冬山的身后朝楼下走去。 肉丸子和叶子棋跟在夏雪的身后朝楼下走去, 我揉了揉鼻子, 也跟在他们的身后朝楼下走去。 夏冬山他们很快就走到了楼下的汽车那里, 夏冬山看着我挥了挥手, 接着, 他们一行人就钻进了车里, 两辆汽车飞快地开出了灵湖雅院的院子。 我们几个人看着那两辆汽车都不见了, 我们四个人都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夏雪轻叹了一声, 她看着我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肉丸子拉了叶子棋一把, 子棋跟我去包间收拾一下。 叶子棋应了一声, 她跟在肉丸子的身后就朝食堂那边走去。 夏雪看着我低声说道, 土包子。 我那会有点心烦, 我一想到夏冬山说, 让我自己去江州做地产心里就很不舒服。 我看着夏雪淡淡地说道, 夏雪,你先忙, 我去沙滩边晒会太阳。 我没跟夏雪再说话, 直接就朝沙滩那里走去, 我边走边想, 他妈的。 夏冬山这个老狐狸确实厉害, 他虽然没有说不同意我和夏雪在一起, 但是他让我自己去江州搞地产, 如果我去了江州, 那我跟夏雪一两个月才能见上一次。 时间长了, 我俩的感情慢慢就淡了, 到时候, 夏冬山根本就不用说什么, 夏雪也不会跟我在一起的。 夏冬山这家伙, 我确实是个老狐狸, 他妈的, 这招可真够毒的。 他为了让我离开夏雪, 又想了个迂回之际, 异地恋的结果到最后肯定是分手, 这他妈的想都不用想。 我坐在沙滩那里的木椅上, 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根白沙, 我点上那根白沙, 坐在那里边吸边想, 老子是不会跟夏雪分开的, 可是夏冬山已经滑下了岛, 我该怎么办? 这期分享到这了, 下期再继续吧。